好吧 然后首先的话呢 我们欢迎大家来到咱们青春教育下午的关系更加团 我是今天下午的中央老师 我叫思悦 今天下午的话呢 给他带来一个Person 爬送的一个案例啊 去采集这个董车地 二手车的一个所有信息 好吧 并且呢 我们可能会对他做一个数据分析 对吧 我们今天可能会涉及到 我们Person应用当中的两个内容吧 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呢 同学们这个 我问一下你们吧 好吧 这个环境准备好的东西 给我敲个一看一下好吧 环境有准备好的东西啊 敲个一啊 或者说你比较忙的话呢 你可以刷到钱一花好吧 除此外的话呢 这里给你们 怎么说呢 给你们几个贴个醒吧 好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今天是写一个程序 一个盘程序 那么在课前的话呢 大家去 第一个要去准备一些环境的一些安装 好吧 如果说你们没有准备 可以直接去找咱们这个木质老师 去领取一个安装的一个资料 好吧 除此之外的话呢 就是说关于咱们今天的一个案例啊 是写一个扒充 对吧 如果说啊 你们在这个课程 对吧 在我们本这个课程当中啊 有任何的听不懂的地方 对吧 可以啊 地方啊 可以 对吧 随时提问 好吧 可以随时提问 对不对 你就包括说我这里面是有行数的 对吧 你有哪一行看不懂 你就可以直接跟我说 对吧 当然你如果说想跟我用硬件交流 我也没办法 对吧 除此之外的话呢 就是说关于咱们今天这个客户的一个录播啊 等等这些东西 对吧 包括说一些学习资料 对吧 这些东西你们都可以去找到咱们这个木质老师 对吧 去领取 就可以了 对吧 大家可以加木质老师的一个微信号啊 如果不方便扫码的同学可以加这个Python10010 10010 好吧 对吧 这关于这个啊 对吧 终于有一个 终于有一个这个中同学 对吧 说了话 冒了碰 可以 好吧 不错啊 不错 对不对 总归 总归还是没有包我当做这个录播 好吧 然后当然可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啊 首先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写这个案例之前的话呢 先给大家去分析一下这个网站 好吧 先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其实就是这个董车弟吧 大家先可以打开这个轨量器 可以跟着我来 对吧 搜索一个董车弟吧 好吧 回车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董车弟 对吧 说真的还得董车弟 好吧 还得他啊 不错啊 还得他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二手车 看到没 好吧 我们可以点击他 这里面的这个数据啊 这里面这些数据 对吧 我们点击到这个页面之后的话呢 同学们可以按照自己所在的城市去拔取 又或者说呢 你可以把全国的这个数据全部给他拔下来 并且呢 品牌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一个不限 对吧 这里面所有的这个二手车 我全部给他拔 不是 全部给他拔下来 好吧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啊 我们今天这些数据啊 对吧 今天这些东西 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目标 对吧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步骤 对不对 第一个步骤 打开这个网站分析完之后 对吧 这个我们就是要去找到一个目标网址 对不对 就是一个目标啊 网站的一个分析吧 对吧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找到这个数据 对吧 我们要我们需要什么数据 对不对 需要什么数据 什么数据 实际上很简单啊 我们需要的数据就是这些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站 对吧 你就比如说像上面 有一些这个数据是我需要的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车的一个品牌 对吧 它的一个年龄有多大了 老不老 对吧 还有它的一个行驶里程 还有它的这个城市 对不对 包括说它有没有认证啊 对吧 它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新 这个这个价格 对吧 以及它的一个原价啊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 是我们今天要去采集的一个目的 好吧 这些东西都是我需要的 好吧 然后就是关于这个需要什么数据 好 那么需要什么数据 我们搞定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步骤 对吧 我们要去确定这个数据的一个来源 好吧 这个数据它在哪里 对不对 这是我们目标分析网站的非常关键的两个点 好吧 第一个需要什么数据 第二个确定这个数据来源 对不对 好吧 那么这个数据来源的话呢 实际上啊 其实这个数据就在这个网页当中 那对吧 就在这个网页当中 对不对 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图片啊 对吧 一些这个这个东西啊 不确定的话同学们可以右键 然后点击这个检查员 查看员代码吧 对吧 在这个里面 你可以去尝试着去搜索一下 比如说我就想去搜这个 对吧 搜这个2021款啊 就搜它 对不对 搜这个奥迪吧 对吧 2021款 哎 没收到 我发现没收到 哎 没收到吗 不会吧 哈哈 啊 不会吧 好吧 那么这里我们就妥协一下吧 好吧 我们就妥协一下 就说这个奥迪吧 好吧 奥迪 奥迪Q5 对不对 奥迪Q5 我看到没 收到没 好吧 这个2021它是收不到的 但是它实际上 这里面它是有数据的 对不对 哎 那么这个实际上 对应着这个标题 请你发现 它们两个之间 其实是一样的 对 我又来了 可以可以啊 欢迎你啊 欢迎咱们这个 啊 这个萧同学 好吧 啊 然后呢 同学们是可以发现啊 现在在我这个网页当中 实际上 它是有这个数据的 对不对 它是有这个数据的 好吧 那么我们等一下的话呢 直接去访问这个网站 那么我们就可以拿到 这里面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哎 就可以拿到这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 好吧 那么我们确定完这个数据来源啊 其实这个数据来源 它就是一个 刚刚为什么说不到 对吧 你可以再搜一遍嘛 对吧 就把它复制一下 再搜一遍 复制一下 再搜一遍 嗯 有点卡啊 同学们 好吧 有点卡 这个网站有点卡 同学们 好吧 奥迪Q 嗯 好吧 然后这个的话呢 我们 好像负责不了哎 好吧 这里面东西有点难搞啊 有点难搞 好吧 刚为什么说不出来啊 可能是这个网页的话呢 有一点没加载出来 对吧 又或者说呢 它里面啊 可能 朋友们 可能会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字体加密 那东西吧 会有一个字体加密 当然我们这节课的话呢 处理 暂时处理不了这个字体加密 好吧 所以说 你们等一下这个采集数据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包括这些数据 其实课前的话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文件 对吧 已经 我已经备好了一个文件 这个东西的话呢 当作我们这个 要做数据分析的一个依据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首先先熟悉一下 这个数据怎么去采集 好吧 这里面是会有一个字体加密的 对吧 这个懂得D 它是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反拔 对吧 一个字体加密的反拔 当然同学们 有没有接触过啊 你们 对吧 你们有没有接触过啊 好吧 好吧 这是关于这个 确定我们这个数据来源 实际上我们需要的这个数据 对吧 它本身就在这个网页原代码当中 对不对 好吧 那么既然它在网页原代码当中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实现 我们这个代码了 对不对 那么代码的一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代码的一个实现 对不对 开发者模式能不能搞掉 可以试一下 说实话 对吧 可以试一下 我们刷新的这个网页看一下吧 对吧 一般来说应该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身这个数据 它就在网页原代码当中 对吧 如果说你想在这个里面 去找到 你就比如说吧 对吧 就找这个 对吧 就找这个奥迪 Q 大Q吧 Q5啊 在这里我先问一下大家 有没有这个零技术的东西啊 对吧 如果说有零技术的东西 我就尽量讲细一点 如果说没有的话 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快速地去过一遍 好吧 全称的希望 对不对 有没有啊 诶 你看这里面有数据啊 发现没 有啊 还有其他吗 还有其他的同学吗 对不对 对吧 全称的希望可以 啊 这个名字可以 啊 这个名字可以 好吧 诶 那么他既然有这个数据包啊 那么 那么好解决 好好解决 非常好解决 好吧 那么诶 他在网页原代码当中 没关系 啊 刚进来 看到这个页面 还处于懵逼状态 是吧 哈哈 好吧 这个 那我就再简单地介绍一遍 我们今天是写一个旁程序 去采集这个二手组信息 是吧 然后呢 今天我们现在已经打开了这个网站 是吧 已经打开了这个网站 我把这个网站发给你看一下 好吧 发给同学们 好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个右键抓包啊 实际上他已经抓到了这个数据 发现没有 他已经抓到了这个数据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去 等一下去下 不对 等一下去爬这个数据的时候啊 同学们 我们就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 对吧 对比我们可能 呃 零次同学来说可能会有点难啊 但是稍微有一点基础的 应该都知道 对吧 我们直接 直接通过啊 通过这个 这个接口啊 通过这个东西 去抓包啊 就这个链接吧 对吧 在这个链接当中啊 他由我们 这个链接 对吧 去抓包 对吧 里面的话呢 由我们需要的 所有数据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里面 对吧 啊 同学们可以跟着来啊 这个直接F12出来吗 对吧 呃 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怎么出来的 我们F12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选中这个network 在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刷新一下这个网页 好吧 刷新完之后的话呢 哎 没刷新完啊 同学们 好吧 稍微等一下 刷新完之后的话呢 同学们可以在里面搜索一个 奥迪Q5 好吧 可以搜索一下 当然这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要改一下 可能 好吧 可以要改一下 然后在里面搜索一个奥迪Q5 回车一下 好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会有几个数据包 我们随便点击第一个 好吧 然后我们往里面去找的话呢 我们发现 里面的话呢 有啥 对吧 有的就是我们需要的数据 对不对 奥迪 对吧 以及它是哪个城市 对不对 是武汉的 对吧 还有这个奥迪Q5进口 对不对 那么这些东西 其实同学们都可以在这个东西 都可以在这里面看到 对不对 好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呢 直接去抓这个数据包就可以了 好吧 直接抓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这个全身的希望 这个东西能看懂吗 好吧 其他东西就不用多说了 应该都能看懂 对吧 都是有技术的 对不对 你们不说话 我就默认为你们有技术 好吧 为啥没有搜索框 搜索框框的话呢 你要点击这个 好吧 你要点击这个 你看一下 我如果说把它杀掉 它也没有 对不对 它变成灰色了 那么我们再点一下 就有了 那对吧 这个全称的希望 对不对 所以说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通过访问这个网址 实际上就可以拿到这里面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好吧 这是关于这个东西 大家先了解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拿它去访问吧 好吧 我们临时改一下 不去访问这个网页这个原代码了 对不对 网页原代码去解析 太烦心了 对吧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种方式去实现 对不对 好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这个代码的一个实现 好吧 这个全程的希望 准备好啊 准备好没有 好吧 首先第一个步骤 我们其实实际上 对吧 第一个步骤 就是去发送这个网络 请求 对不对 就是像谁 像这个网站发送网络的请求 对吧 就是去访问这个网站 那么对吧 好吧 当然啊 注意啊 这个网站的这个请求方式是post的 对吧 我们要提交这个form form 是这个东西 要去提交它 对不对 from data data 对吧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相当于一个查询参数 车辆数据 对不对 好吧 这是这个 查询参数的一个意思 我想去查到这个全国的一个信息 对不对 全国的二手信息 所以说没有这个查询参数 我们是根本拿不到数据的 好吧 除此以外 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 就发生完请求啊 要去获取里面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获取完数据 第三步 去解析数据 对吧 就相当于一个筛选 对吧 就相当于一个筛选数据 怎么去理解呢 对吧 就是在这个preview里面 去找到我们想要的数据 你不想要的数据 我就不要了 那你吧 就比如说这个奥迪我要 对吧 其他的 你就比如说这些 我看不懂的东西 对吧 这个emager 当然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要 对吧 你有哪些不想要的呢 那你就比如说这个前面 对吧 前面这些东西 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你不想要 怎么办 我们就需要把它筛选一下 对不对 好吧 就第三步的一个意义 第四步的话呢 就是去保存数据 好吧 然后第五步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数据保存下来之后 对吧 我通过以前啊 我通过我过去的一个数据 好吧 我们去做一个 做一个数据可视化展示 好吧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今天的总共的一个 代码的一个流程 好吧 好啊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按照这个步骤 去实现我们这个案例 好吧 大家有没有听 应该没有听 听不懂的吧 有没有啊 如果说有听不懂的东西 好吧 可以现在 可以交个一 让我看一下 有没有听不懂的 好吧 如果说全部听懂了的话 我们就继续下面的 好吧 好吧 没有啊 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继续 好吧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 老师 我这里打开 跟你的不一样 我这里是汉字 欢迎元素控制台那些 你是用的什么流量下 这个全真的希望同学 好吧 你是用的什么流量下 好吧 我也感觉你用的是火壶 对吧 用的火壶的话呢 你就直接去点这个就可以了 好吧 直接去点这个对应着吧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控制台 对吧 Network 你可以翻译一下 它叫啥 对吧 它应该是叫一个 我忘了 我忘了 你可以翻译一下 对吧 这个翻译成中文 它是一个网络 对吧 网络啊 是网络 好吧 你选中这个网络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 这个全真的希望东西啊 好吧 火壶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用啊 用起来其实也还不错 对吧 但是我一般来说 我习惯用这个谷歌 好吧 这个全真的希望同学 那你先吧 好吧 然后呢 接下来 马上下一个 好吧 所以说同学可以先听这个思路吧 先不用着急吧 科学的话呢 你加了木造是没有啊 加了的话呢 科学可以拿录播的 对不对 包括说这个思路 暂时 对吧 先听这个思路吧 好吧 首先的话呢 我去通过这个request 什么块 对吧 他的话呢 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发送请求 你就比如说有get 有post的 对不对 那么这里我选择哪一个呢 对吧 其实选择选择哪一个 不是按我们随意去选择 是怎么去选择呢 对吧 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这里有一个链接 对不对 这个链接是我待会儿 要去访问的一个网站 对吧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还有一个request method 对吧 这个东西是啥呢 是一个post的 那么master的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一个方法的意思 对不对 就比如说这个request 请求 对不对 master的是方法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是请求方式 对不对 请求方式为post的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通过request 我们也要点一个post的 那你解释吧 这个是要点一个post的一个含义吧 为什么要点post的 对吧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把我们想要的一个链接 对吧 这是一个UIL 我们可以给它暂时接收一下 对吧 首先第一个 我们传入一个参数 UIL等于这个UIL 对吧 那么这个链接的话呢 我给到了它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告诉他 我现在要访问这个网站 但是呢 还有一个点非常重要 要值得去注意 好吧 什么点呢 我们要填写一个查询参数 这个查询参数 怎么去填写 对不对 好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制 我们先定义一个data 定义一个字典 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写入一些信息 你就比如说 现在我想要把这东西 全部给它写入进去 对不对 我就把它复制粘贴过来 对吧 然后的话呢 一个引号 一个引号 给它加上就可以了 好吧 加上 加上 然后这个 这个查询参数 我们就已经构建好了 好吧 这个data 我们怎么去传进来呢 好吧 我们可以直接data 等于这个data 当然啊 在这个之前的话呢 我们先要去确定一下这个data的一个类型 对不对 同学听过我的课的 对吧 还记得怎么去确定类型吗 对吧 这个萧同学 你还记得我们怎么去确定这个data的类型吗 对吧 考一下你 就考一下这个萧同学 对吧 但是其他同学 那对吧 我们还记得怎么去确定吗 对吧 不记得了吧 好吧 我们是通过他去确定的 现在的话呢 我们这个content type 对吧 就是我们的一个请求的一个类型 对不对 在我们这个content嘛 内容的一个类型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里面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表单 我们直接把这个字顶提交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给到我一个数据 对不对 我们可以点上一个print 好吧 我们直接去先打印一下 他们有没有访问成功 对不对 有没有给我反扒 好吧 这个有一点比较关键啊 如果说他现在给我反扒了 那么我们现在 就算你请求都 就算这个请求参数 填起的再成功也没什么用 对吧 因为你拿不到数据 对不对 好吧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响应的一个赚点码 对不对 200 对吧 200 现在是200的话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里面的一个数据 对吧 那么数据的话怎么去看呢 我们通过点什么 对吧 对吧 可能这个全真的希望 对吧 有一点 全真的希望 这个同学能跟上吗 能跟上我这个思路吗 因为毕竟 对吧 灵机的同学 还是多照顾一下 对吧 毕竟还是愿意跟我说话 对吧 像这些不愿意跟我说话的 听不听懂 随便你们吧 好吧 这个全真的希望同学能听懂吗 如果说不能听懂的话 我再详细地再说一遍 好吧 因为确实 对吧 我看大家都有 都是比较有基础的 所以说我就讲了快一点点 好吧 别搞说到时候被我欠退了 那就不好了 好吧 好吧 然后没问题 没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好吧 我们可以后面 我们可以点上个Jason 可以去拿到里面的一个数据 我们右键运行看一下 好吧 然后在里面 这个数据不就拿到了吗 对吧 就是这么简简单单 好吧 轻轻松松 我们就拿到了这里面的一个数据 好吧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这个格式化输出 让它更好看一点 怎么办呢 对吧 其实很简单 在前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导入一个模块 import一个ppient 好吧 然后这个模块的话呢 可以去帮助我们做一个格式化的一个 格式化的一个输出 好吧 格式化的一个输出 好吧 然后呢 在下面我们可以用这个ppient 注意ppient 点上一个ppient 好吧 然后我们再次右键运行 我们就可以拿到里面 所有的一个数据吧 好吧 那就吧 好吧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所有数据 我就已经全部拿到了 好吧 这个东西好像有点眼熟啊 兄弟们 好吧 这个东西好像有点眼熟 我们去看一下吧 好吧 应该是一个什么编码啊 好吧 UI要编码吧 好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价格 我刚刚复制的东西 它是一个价格 我们可以看一下 预扣的 我把它复制过来 这是一个价格 有点眼熟啊 同学们 复制 对吧 可以在这个里面看一下 没有 不是的吗 好吧 不是的 好吧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给 转变为 转变不了啊 转变不了 好吧 转变不了就算了吧 是吧 如果说能转的话呢 很方便 不能转的话呢 对吧 其实你去翻译一下 我好像可以翻译出来一些东西 那算了吧 那算了 那么这个价格就先放 那就 那先放一下吧 价格的话呢 就先放一下 好吧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再次右肩运行 可以看到的是 它可以把我这个东西啊 给我格式化输出一下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比如说 想要去提取里面的一个数据 就会非常的方便 对吧 像我们如果说 你是用这个访问原代码的方式 对不对 去提取这个数据 会有一点点的复杂 但是像这种方式 它去取数据是非常简单的 好吧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用一个Response 先接收一下 然后去执行下一个步骤 获取数据 对吧 Response 点上一个Json 好吧 去获取里面的一个数据 在前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Json Json Data 接收一下 好吧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执行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就是解析数据 好吧 去解析里面的数据 去筛选我们想要的一些内容 对不对 就比如说像现在 我有一些需要的东西 对吧 比如说我这个品牌 它属于哪个品牌的 对吧 它的这个品牌 它的一个车铃 对不对 它的一个这个城市在哪里 对吧 这些东西 我需要把它提起出来 那么怎么办呢 对吧 在里面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要注意啊 一步一步来 对吧 这个就相当于这个 对吧 还是老话题啊 脱衣服一样 对吧 脱衣服 一层一层的往里面拨 对吧 我需要的数据在这个最里面 对不对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要定位到外面的数据 对不对 再定位到外面的数据 我首先要从最外面来开始 对吧 好吧 首先第一个步骤 我们先去定位到这个 Json Data 注意啊 Json Data里面的什么呢 对吧 Json Data里面的这一个 对吧 Data 然后再定位到他 注意啊 中国号 对不对 定位到他 最后的最后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定位到这个里面了 注意啊 定位到这个里面了 好 定位到这个里面之后 现在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列表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这个二手车的一个列表 对吧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 Info List的吧 我们就用Info List的接受一下 好吧 然后再往下面走的话呢 我们可以 还没提取啊 还没提取完 我们现在可以去通过 PP Rent 点一个PP Rent 可以打印一下 对吧 打印一下这个Info List的 对吧 它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如果说有不能跟上的同学 一定要及时跟我说 好吧 不好意思 有事要找退了 没关系 没关系 问题不大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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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吧 还是回到这里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面的话呢 有一些东西 对吧 给我打印出来 现在是我们Pathom当中的一个列表 对吧 是我们列表的一个列表容器吧 对吧 这个Info List的 对吧 是一个列表 对吧 列表的一个容器 对吧 关于我们上面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叫啥 对吧 叫这个 这个东西 对吧 我们点上一个节省 这个东西的话呢 是一个我们在我们Pathom语言当中 是一个字典容器 对不对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列表的一个取值啊 也就是说 对吧 比如说一个中国号0 对不对 中国号1 可以一个一个去取 对吧 对吧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Forec环 去便利一下里面的一个信息 对吧 Forec环一个Info 印一个Info List的 对吧 把这个干掉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提取里面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你就比如说现在我一个Info 对吧 Info什么呢 Info这个 对不对 Info这个认证吧 或者说直接把这个品牌先给它拿到手 对吧 这是关于第一个 我们可以去用一个这个东西接收一下 对吧 这个是啥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品牌名称 好吧 除此之外的话呢 还有咱们这个地点啊 这个城市的一个名称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Info 中国号 这个东西 对吧 我们就取前面这一节当作一个名字 对吧 这个是一个所在城市 对吧 城市 好吧 然后的话呢 还有它的一个 包括说它的一个里程数 对不对 还有等等的一些东西啊 可能是这一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 翻译一下 对吧 看不懂英文怎么办 对吧 编程看不懂英文怎么办 翻译 对吧 哎 翻译可以解决99%的问题 好吧 然后这个 这下面的一些东西吧 对吧 包括说这些车的一个标题 对吧 我就直接取这个标题吧 品牌我就直接取这个 好吧 品牌就直接取这个 然后的话呢 还有这个懂色地认证 对吧 哎 你比如说我同学 我想提取这个图片 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对吧 这个图片可以吗 这个是一个认证的一个图片 对吧 logo啊 是一个logo 对不对 如果说你想提取这个车的图片 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对吧 这个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还有包括说这个 对吧 包括这个城市 这个是年份啊 这个车的一个年份 我也可以给它提取出来 好吧 info 这个东西 对吧 这是车的一个年 年份啊 多什么年的 对不对 好吧 这个是年份 好吧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 你就比如说还有这个价格 对吧 当然这个价格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 它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字体加密 好吧 你就比如说这个是一个 我们翻译一下 刚翻译没出来 对吧 官方价格 这个的话呢 应该是一个 可以看一下吧 官方价格是个啥玩意儿 官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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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个吧 应该是这个 对不对 新车的一个价格 对吧 你包括说像现在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官方价格 对吧 除此之外 还有 对吧 还有一些 比如说现在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价格 现在的一个价格 这个是原价 对吧 以及包括说还有一个限价 对吧 这是一个售价 对吧 info 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提取一下 对吧 这个是一个售价 对吧 在前面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用它接受一下 对不对 还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认证啊 对吧 有没有认证啊 对吧 有没有认证 对不对 这些东西也是我需要的 对吧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 我就 差不多吧 对吧 差不多 还有其他的要提取的吗 对吧 应该是没有了 对不对 这个认证 有没有认证 我也可以提取一下 对吧 info 对吧 用这个东西给它提取一下 前面的话呢 也是它 对吧 这个是一个认证 好吧 这是关于这个 这些东西吧 我可以全部都给它提取出来 包括说 你们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对吧 就可以去提取什么内容 对吧 好吧 这是关于 这个数据的一个提取 好吧 当然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 Pathom语言当中的一个 这个叫啥呢 对吧 这个叫这个 JSON数据的一个提取 对不对 老师 课程涉及到JSON逆向吗 我们今天的这个 这个官客 是不涉及到这个逆向的 对吧 官客是不涉及的 但是我们这个系统课程 我们会涉及到这个JSON逆向 你们可以看一下 对不对 可以看一下 包括说什么 这个JSON的一些解密啊 对吧 一些常见的设计法解密 还有包括说这个 混淆还原 对吧 JScribe 一般来说这些 怎么说呢 对吧 像这些网站 像这些网站的一些 阶子加密 一般来说 他不想让你获取这个数据 对吧 你就他 就算你能够看懂 JS代码 你也不一定能看到 混淆之后的一个代码 这个是非常恶心的一个东西 对吧 当然这个混淆还原 我们也是会去教的吧 对吧 还有之后的一些反反扒 这个其实上 在我们本节目当中 其实也是遇到了 怎么说呢 对吧 遇到了一个啥 遇到了一个次体反扒 对吧 遇到了这个东西 对吧 但是我们因为 本期课的 因为公开课性质的一个原因吧 所以说我们不会去讲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说这个张相伟 张相伟同学 对吧 可以看一下的是这里面 其实我们系统课当中 是有这些知识的 对吧 对吧 如果说你想去详细的了解 也可以去直接去 资讯咱们这个木制老师 也是可以的 对吧 包括说这个东西 咱们这个自体反扒 对吧 APP扒中 对吧 还有咱们这个图片验证码 对不对 还有这个APP的一个抓包 对吧 还有这个滑动验证码 对吧 包括咱们这个 Squire比专题 对吧 这些东西 你想要的这些东西 都在我们系统各自上都有啊 但是像我们官客的话 由于这个 首先吧 对吧 由于这个官客基础问题 对吧 同学们的基础问题 包括说这个 反正这个 付费内容吧 付费内容 如果说想要去了解 可以直接去找咱们这个 木制老师去了解一下吧 好吧 这个其他同学 你加了我们木制老师的微信吧 对吧 这个张湘武同学 你加了木制老师的微信吧 应该 加了没有啊 加了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跟他去详细咨询一下 对吧 等一下我也可以让木制老师去联系一下你吧 好吧 那这个是关于这个东西吧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对吧 这里面你具体的 有什么需要去学习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然后呢 今天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情况 你确定 笑得我了 笑得我了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同学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 同学们 这个张湘武同学 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的是这里面有一个 其实很简单 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 它其实就是一个字体加密 对不对 其实就是一个字体加密 当然这个可能是一个付费内容 对吧 同学们 现在的话呢 这个价格没关系 其实我课前的话呢 给大家去准备好了这个 准备好了这个数据 对吧 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数据 所以说 我们等一下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这个数据你需要的话呢 可以直接去找咱们这个 木制老师去联取一下 好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面去做 这个数据的话呢 我看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去提取的 好像没加 好吧 没加的话 现在可以加一下 反正就动动手指头 对吧 又不那啥 对吧 它的一个微信号 对吧 是这个Person10010 好吧 Person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看 看一下这个品牌 还有这个年份 这个这些东西 大概需要的东西 其实我都已经拿到了 是吧 都已经拿到之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 把这些数据啊 我先给它打印一下 看一下它是个啥玩意儿 这个Title 这是一个标题 以及程式 对吧 这是一个City 城市名称 还有这个车的一个年龄 对不对 还有这个OFF 这个东西 对吧 还有这个售价 对吧 还有这个认证 对不对 对吧 这些东西 我全部给它打印一下 当然啊 如果说你想提这个 图片 对吧 把这个图片提出来 可以吗 也可以 对吧 没问题 包括说你自己想 爬这个图片 对吧 把它爬下来 可以吗 可以 对吧 没问题 对不对 这个不就是加了一个 请求的一个操作吗 对吧 这个是一个图片 好吧 然后当然我们就可以 把这些东西啊 全部统一的 可以给它打印 可以看一下 好吧 对不对 那么我们通过右键运行之后的 这些数据 对吧 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 比如说吧 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 对不对 我们需要的一个数据 好吧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还有一个东西吧 现在我们拿到的数据来说 有一点点少 发现没有 对吧 有一点点少 怎么办呢 对吧 在上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构建一个翻页 当然 对吧 好吧 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 在下面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有多少数据啊 对吧 167页 好吧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构建 167页的一个数据 对吧 通过一个Forge 环 Forge 环一个Page 因一个Range 然后在前面的话呢 1到168吧 对吧 然后循环它 就可以了 为啥我下载的这个Pathom 你是说这一个吧 你说我们这个编辑器吧 是这个东西吧 这个全证的希望同学 对吧 全证的希望同学 你说的是这个编辑器吧 编辑器的话呢 实际上你下载一个插件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插件的话呢 你也可以去找咱们这个木质老师 去要一下 对吧 我这个地方是安装了一个 汉化版的一个翻译插件 对吧 安装了一个汉化版的一个插件包 对吧 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个东西 给它转变为一个汉化的一个工具 对吧 当然我本身来说 我个人来说 我是不太喜欢用这个汉化的 对吧 因为看起来B格没有那么高 所以说这个 看你个人吧 对吧 如果说你是初学的话 那么你可以安装这个插件 对吧 安装这个翻译插件 可以帮你去提供你的一个学习吧 对吧 确实你如果安装这个汉化的话 对你自己的学习来说 是会好很多的 好吧 这个可以看一下 好吧 是关于这个 看法插件的名字是这个 如果说你不会 包括说其他同学 课中的其他同学 你不会 也可以直接去找咱们这个木制老师 去要一下这个安装教程吧 好吧 然后呢 这个翻译的一个规律 我没有构建成功 好吧 我可以这样去构建一下 右肩运行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话呢 所有的数据是不是都已经 对吧 其实都已经运行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会有一点点小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 对吧 这个数据还是挺快的 看到没 同学们 对吧 这个数据扒下来 数据还是挺快的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 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对吧 我们反反拔当中的一个 反反拔当中的一个 质地加密吧 对于这个东西 确实官客上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讲的 对吧 好吧 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对吧 这些点 这点点 这点点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 呃 加密的一个数据 对吧 变成了这些点点 对吧 但是没办法啊 没办法 确实是呃 官客的一个原因吧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这个数据怎么解决呢 对吧 需要的东西可以直接去找 莫子老师要的这个数据 对吧 包括说我们等一下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呃 要用的 好吧 对吧 哇 那么我们通过这些东西啊 呃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据给它保存下来 对吧 具体的话呢 我们现在可以去新建一个文件 对吧 可以去保存我们的一个数据 对吧 包括说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不用这个 呃 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只用这个懂车地的一个1吧 点4sv 对吧 然后新建一个这个文件啊 写入方式为追加写入 写一个A 对吧 编码的话呢 是这个utf杠一个8 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newlamp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一个数据控行 然后在前面的话呢 是一个csv的一个懂车地 好吧 然后我们换一个行啊 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啊 注意啊 前面我们需要把这个文件给它 保存成为一个csv 好吧 这个csv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表格的一种形式 好吧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csv 点上一个what 把我们这个懂车地板给它打开一下 然后在前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模块 啊 去写入我们的一个数据 好吧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写入数据 对吧 包括说我们后续 呃 我们就可以直接写一下吧 直接把这个东西给它写入就可以了 好吧 怎么写呢 对不对 好吧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csv 注意啊 点上一个what 添加一行 对不对 一行添加啥呢 就直接把这个东西给它加进去就可以了 好吧 直接把这个加进去 对不对 加进完最后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文件给它关闭一下 close 好吧 然后这个程序啊 今天这个代码实际上就已经 呃就很简单 对不对 很简单 这个东西 完成了 简不简单 对不对 我们用监运行上 看一下效果吧 好吧 还行啊 还行 对不对 好吧 差不多 爬这么多吧 因为这个数据实际上 爬下来的一个作用也并不是特别的 对吧 可以看到 对不对 是这个数据 包括说 其实这里面总共有的数据 应该是 呃 应该是有一万条 应该是有一万条数据 好吧 就是我们课前给它准备好的这个数据 对吧 有一万条 好吧 那么这个数据 大家可以去加我们这个木子老师去领取一下 因为等一下的话呢可能给它去做一个数据可视化吧 好吧 下一步的话呢是做一个数据可视化的一个展示 当然了 首先的话呢如果说你要去 注意啊要做一个数据分析 好吧 要做一个数据分析 首先你要去安装一个 阿拉康达的一个 阿拉康达的一个发行版 注意 是我们Pathom解释器的一个发行版 对吧 这个是我们Pathom解释器的一个发行版 对吧 里面的话呢 默认的 默认的给我们安装了一些 对吧 做这个数据分析 要用的这个 第三方库 对吧 第三方库 就比如说 对吧 就比如说 打个比方吧 对吧 我们写爬虫 那么爬虫的话呢 是不是经常用到这个request啊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你安装了这个阿拉康达 那么这个相关的做数据分析要用的一些工具 它都已经默认的给我们安装好了 对吧 包括说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系统课程当中吧 对吧 系统课程中这个阿拉康达 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一个教学环境 对吧 也是我们的一个教学环境 好吧 当然这个环境的话呢 它比较的 用的比较的多吧 比较的普遍 所以说 包括说你在工作工作当中 对吧 这个阿拉康达可能也会经常去用 对吧 所以说我们会用这个阿拉康达去进行一个教学 好吧 所以说建议同学们 你们的话呢 也可以去安装这个阿拉康达 而不是说直接安装一个panel解释器 好吧 因为它里面的话呢 阿拉康达里面 它就已经有了这个python解释器 好吧 然后这个阿拉康达具体的怎么去安装啊 这里面的话呢 还有一个工具 对吧 有一个工具叫做 Jupat 一个notebook 对吧 这个东西是我们去做这个数据分析 对吧 经常要用的一个在线记事本 对吧 这个很关键 很关键 做数据分析 经常用到的 对吧 然后这个是里面内置的一个东西 对吧 所以说 呃 我们怎么去打开啊 实际上 不要看这些东西很 很懵 对吧 比较的懵 没关系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开发环境 对吧 你可以理解为跟pycham的一个功能 呃 虽然说有一点出入吧 其实还是写python代码的一个东西 对吧 只不过现在 对吧 你可能本来在这个开发工具里面去写代码 然后你现在换到了一个记事本里面去代码 啊 这个是有一点点小区别 对吧 但是问题不大 对吧 好啊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吧 就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东西啊 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对吧 我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个数据分析 好吧 好啊 啊 然后呢 我们首先打开这个文件吧 打开这个文件啊 在这里面 好吧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怎么去做呢 对吧 这个是我们在线的一个 呃 是我们这个地方吧 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东西 一个工具 好吧 在这个上面的话呢 注意啊 在我们这个地址栏上面啊 同样可以 哎 这个啥玩意儿 好吧 在这个地址栏上面 我们的话呢 可以去输入一个jupatter 好吧 然后一个notebook 啊 然后下一步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回车了 好吧 回车之后的话呢 他会给我们打开一个 命令行窗口啊 当然这个窗口你不要关啊 就这个窗口 你不要关 好吧 关掉了的话呢 这个服务 它是会停止的啊 然后的话呢 他就默认的给我们打开了这个 看到没 对吧 打开了这个软件 对吧 打开了这个软件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统一的给他称作为一个呃 战线记事本 对吧 一个jupatternotebook 然后呢 他给我们打开了这个网页 对吧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数据分析的这个代码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网页当中去写代码的 那么对吧 就在这个上面 首先呢 我们可以点开一个文件去看一下 哎 点开 对吧 哎 那么注意 同学们可能会发现啊 发现一个小问题 什么小问题呢 在这里面我们的一个文件 本身来说 它是一个点py后缀的 对吧 但是实际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 看到的这个文件 它是ipynb 对吧 简称就是ipassnub 对吧 对吧 然后呢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文件 实际上我们 可以看到 我们写的代码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 任何的这个区别的 对吧 只不过什么呢 只不过我们现在的一个数据 现在的这个代码 它给我分为了一些模块 看到没 对吧 分为了几个几个模块 对吧 你就比如说 上面是一个代码块 对吧 这里是一个代码块 下面也是一个代码块 对吧 你就比如说 我现在去运行 上面的这部分代码块 下面这部分代码块 它并不会去给我运行 对不对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代码 它给我分成了一段一段的 对吧 你不用 你就待着你别动 对吧 到我想运行你的时候 那么我现在运行你 对吧 我不想运行你 那么你站着你别动 对不对 能理解吧 好吧 然后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导入模块 导入模块之后的话 那是一个数据处理 其实像我们这个Pathom当中 Pathom这个数据分析 实际上也跟我们爬松 怎么说呢 对吧 首先这个步骤 实际上是 有一点点的 也是有的 对吧 你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爬松 爬松的话呢 有一些固定的步骤 对不对 你就比如说第一个 你去找一个目标网站 对吧 第二个的话呢 你去做一个 发送请求 对吧 第三步你去获取数据 解析数据 去保存数据 对吧 爬松有这几个步骤 那么像我们数据分析的话呢 这个步骤 实际上也是 不会差太多的 对吧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固定的一个步骤 你就比如说第一个步骤 对吧 第一个步骤 我们去导入一些模块 这个是肯定要导入的 对吧 包括说我们或许要 这个导入模块就不用说了吧 对吧 第一个步骤 就是做一个数据处理 当然啊 在这之前的话呢 可能要做一些这个准备 对吧 做一些这个 你想要干嘛 对吧 你就比如说我们爬松当中 对吧 你想要爬哪些数据 跟这个需求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好吧 首先第一个 我们做数据分析 我们是为了干嘛 我们是为了去做一个 你就比如说今天 对吧 我们是为了去找一 找到一辆车 对吧 找到一辆能够符合我心理价格 包括说这个年龄 对吧 这个年份 对不对 所在城市都符合我心理的 一个预期的一辆车 对不对 好吧 那么假设 今天这个就是我们 做数据分析的一个目的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目的 去做接下来的一个分析 好吧 那么在分析之前的话呢 我们首先要对这个数据 进行一个处理 对不对 什么处理呢 首先你们可以看到 我个前可能给他 去准备的这个数据 好吧 有这些东西 对不对 有这些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的话呢 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个处理 首先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对吧 包括说可能会有一些空值 对吧 有一些字段 它是空的 有一些异常值 对吧 有一些 你就比如说异常值是啥 对吧 你就比如说 打个简单的一个比喻 对吧 就比如说 现在我这个班上 对吧 我这个高中生的一个班上吧 对吧 大部分平均身高是一米多 对吧 是一米 一米五几 对不对 那么突然说 突然来了个三米多的 对吧 你觉得这个尴尬吗 对吧 这个肯定会 肯定是个异常 异常的一个身高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里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数据处理这个步骤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好吧 那么数据处理做完之后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可视化 好吧 数据可视化 我们需要依靠我们上面处理的一些这个数据 对吧 去做一个数据可视化吧 去做一个数据可视化的一个展示 好吧 然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是做了几个 几个表格吧 不对 做了几个图表